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24岁苗铃女大学生为了准备考验 吃了一个月的方便面导致胃癌 关于方便面的危害报道普天概地 方便面究竟是不是这么狗呢 请看本期深度调查 Hello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新一期的生活调查团 今期的节目我们一起来调查一下方便面 现在我就邀请我另外一位拍档 她就是即食面小天后 Hello 欢欢 Hello 大家好 我就是自称食片中西日行即食面 一十年食即食面经验的即食面小天后 OK 诗文啊 讲到即食面我们都很熟悉 因为很受我们年轻男女的欢迎 是啊 它方便不单止 而且可以当早餐 当茶店 口痕那时还可以拿去磨牙 知道是这样 方便是方便 但是吃得多会增肥 甚至会致癌 这些传言听得多 但是我吃了这么多年依然很健康 不理你信不信 还有一个厨员就说吃一包方便面 肝重解代需要三十二天这么久 三十二天 是啊 那吃了这么多年方便面 那就解不得很久才可以解毒 至于方便面是否真的有那么毒 我们一起听一下街坊怎么说 有没有听过这种说法 叫做吃一包方便面会需要肝重解毒三十二天 我是有听过的 你觉得这是真的吗 我觉得这个我会相信 没有 那你觉得有可能是真的吗 有可能 我觉得一个星期就差不多了 我觉得是假的 为什么 因为我看到很多人在笑 应该是没什么事情 没有 没听说过 你觉得有可能吗 有可能 通过彩方我们发现 大部分街坊仍然觉得 方便面对人体健康有很大的危害 相信吃一包方便面 需要肝重解毒三十二天的传言 有一定的合理性 那真相究竟是不是这样的呢 下面我们先来了解一下方便面 方便面也叫做泡面 听起来就很稍稳 吃起来就更加是美味 根据统计 中国年均消费四百四十亿份的方便面 如果事实的真相 真的好像传言所说的那样 这么庞大的数据 后果真是不堪迟想 那问题就来了 方便面的毒究竟收到在哪里呢 那你们觉得方便面 觉得吃了对人体的健康有危害吗 有 有 对 主要是哪方面呢 不知道 可是你是觉得方便面 它的面饼有问题了 还是调料有问题了 面 面有问题 我觉得调料 为什么呢 我觉得它的油不干净 我觉得应该是面饼吧 因为它要防御那个水平 要做添加剂 它可以一直保持那个肝的状态 我觉得调料有阵线 我觉得两个都有 有些街坊说 方便面的毒是收到在面饼里面 方便面是经过高温油炸过渣 所以面饼含有大量的脂肪和纳 也有街坊说 方便面的毒就收到在神奇的美味调料包里面 究竟哪种说法是正确的呢 首先我们就来调查第一个 市面上面方便面的油脂和纳的含量 究竟是怎样呢 好了 我刚才跟我的特档 先问即食面小天猴 一起去超市就逛了很多 而且看到很多方便面 眼花都缭乱了 对啊 而且还有新款 我真的忍不住要去试了 等等 我们还要做实验的乖啦乖啦 我们刚才在超市上 买了五种市面上比较常见的方便面 首先第一个我们这个是油炸的包装油炸方便面 第二种就是桶中油炸方便面 再来看看我们的第三个是桶中的非油炸方便面 第四个是非油炸的半面 最后这个就是最贵的 太过湯面了 是油炸的 油炸 这个好吃啊 等等再吃吧 现在我们五个方便面 大家都见过了 我们一起来看看这些即食面当中的油脂和纳的含量 很多人都会吃即食面 会怕是导致肥 那为什么会肥呢 是因为我们这些即食面里面是含有很多脂肪和纳的 那我们以上这五种方便面一起来看看 它们里面含有的脂肪和纳究竟是多少 那我们首先来看看第一个是包装油炸方便面 它所含有的油脂和纳的含量 二每一百克为基准 脂肪含量是22.5克 纳含量是2300毫克 再来看看第二个是桶中油炸方面面 脂肪含量是22.9克 纳含量是2188毫克 再来看看第三个是桶中非油炸方面面 脂肪含量是12.9克 纳含量是1941毫克 再来看看第四个是非油炸的本面 脂肪含量是11.3克 纳含量是645毫克 再来看看最后这个又是最贵的这个 我们的泰国油炸汤面 每一百克为基准的话 脂肪是24.4克 纳含量是1738毫克 好了那我们的数据已经全部都记住了 我们大家一起来看看脂肪含量最高的是 说你最喜欢的泰国油炸汤面 是达到了24.4克 而我们脂肪含量最少的是这个 非油炸半面是11.3克 这两个之间是两倍的差距 再来看看我们的纳含量 纳含量最高的是包装油炸方便面 是达到了2300毫克 而最低的是4号 非油炸半面是645毫克 这里之间足足是相差了三倍 非常之大的差距 脂肪和纳比较低的是我们的 4号非油炸半面 通过数据对比 我们明显看出了结果 每一百克的方便面当中 脂肪最高的是5号泰国油炸汤面 达到了24.4克 最低的是4号非油炸半面是11.3克 两个之间有两倍多的差距 纳含量最高的是1号油炸方便面 达到2300毫克 纳含量最低的是4号半面 是645毫克 两个之间居然有三倍多的差距 通过对比我们发现 非油炸半面的脂肪和纳含量 都比油炸性方便面的要少 那这五种方便面的脂肪和纳含量 究竟会不会偏高呢 基本上方便面里面含的油脂和纳 都会比较偏高的 这样说来 一包小小的方便面脂肪和纳含量 真的不惹小的 那如果长期吃方便面的话 脂肪和纳含量过高 会不会对我们的身体造成什么影响呢 如果是长期食用的话 而且是大量食用的话 你肯定就容易 首先它容易能量过多 造成一个不平均 造成容易肥本 另外纳比较容易超标的话 它发生高腰压的发生油素比较高 如果是从烹调油来说 我们一日最好不要超过25毫升 如果是纳的话 就不要超过6克 如果单纯是烹调油这个角度来说 它吃一包100克的话 就差不多折备我们全天的需要量 纳都一样 那市民听了专家这么说 你就知道我们人体 每日所需的脂肪和纳纳来说 方便面的脂肪和纳纳的含量的确是高了很多 所以吃多了即食面也会增肥的 但是我就不太服了 你看看我吃即食面吃了这么多年 你觉得很肥吗 那你多久吃一次 大概一个月吃三四次 因为一个星期不吃即食面 我们忍不住了 一个月吃三四次又不算太多 说到这里 杯杯老师我就要有问题要提问 请说 就是以我多年吃即食面的经验 即食面的保质期短质是半年 长质是一年这么久 这个方便面可以放这么久 是不是下了很多防腐剂 真的有这么久的吗 是啊 看一下 这个真的六个月半年了 这个是一年 这个也是一年了 这个也是一年了 听你这么说 我突然想起一个问题 就是说吃得多即食面 会导致是致癌的 而且这些致癌 最重要的是方便面里有它的防腐剂 吃过方便面也会致癌 什么防腐剂 我看不明白 不用紧张 那现在我们一起调查 究竟这些防腐剂究竟是什么 方便面当中 防腐剂 是指天然或者合成的化学成分 用于加入食品 药品 颜料 生物标本等等 以延迟微生物生长 或者是化学变化引起的腐败 以延长食品的保存时间 抑制物质腐败的食品添加剂 方便面的保质期这么长 是不是真的正如网上所说的 添加了大量的防腐剂 听完介绍 不如我就知道 什么叫防腐剂 但是我现在还是整个问题 因为这个即食面 保得期有些是六个月 有些是一年 糟了 我吃了这么多防腐剂 我会死的 不用紧张 接下来 我们将这些全部的即食面 放到专业的检测机构里 逐个帮你解答你的疑问 首先检测机构的专业人员 对五种方便面的面饼进行了检测 那结果会是怎样 那这些方便面的面饼究竟有没有防腐剂 也对 吃一包方便面 需要肝脏解毒32日 是真谣言 还是真的 两个钟后 检测结果出来了 但结果却令到我们意外有因位 面饼没有防腐剂 那问题就来了 方便面的保质期短值半年 长值一年 如果没有防腐剂的话 方便面是怎么保存的 因为根据方便面的生产功力 它要么是经过高温油炸 要么就是经过高温蒸 那么这么高的温度下 它本身所带有的维生物 就已经完全被伤变了 其次呢 这个方便面在保存的时候 由于它的水分含量是非常低的 那么这么低的水分含量 是不适合于维生物滋生的 所以说面饼里面 没有必要添加这个方便剂 哦 原来是这样 那原来呢 封面面的面饼是没有问题的 那但是它的毒又在哪里而来呢 难道是全然当中的 那么细胞的调味料在哪里 OK 那现在呢 我再一次要将这些调味料 送到去检测机构进行检测 两个钟头过去 检测结果也都出了来 保质期是一年的三种方便面 防腐剂的含量分别是 每千克0.42克 每千克0.45克 和每千克0.39克 而保质期在半年的两种方便面 防腐剂的含量分别是 每千克0.35克 每千克0.34克 那么这些调料包里面的防腐剂含量 究竟会不会对人体有害呢 难道方便面里面的毒 就藏在这些防腐剂里面 这个是合理的 就是首先呢 酱料包里面肯定要有防腐剂 为什么呢 因为酱料包和面饼不一样 面饼刚才提到的是 水分含量很低 不适合于微生物滋生 但是调料包里面 它是水分含量 是非常适合于微生物滋生的 而且调料包里面 又含有这个蛋白质 碳汁化合物这样一种环境 本身就是微生物良好的滋生环境 所以说呢 它为了抑制微生物的滋生 它必须要添加这个防腐剂 那么它加入防腐剂的之后呢 那么它这个加入量是有严格规定的 那么根据防腐剂 它的这个ADH 就是每天允许的摄入量 那个我查了一下 它的每天的摄入量 大概是在五毫克 五毫克每千克 以及这样的一个范围 那么五毫克每千克体重呢 如果折算成按一个人六十千克的这样子折算的话 也就是说一个人每天的摄入量 基本上是在三十毫克到四十毫克之间的 那么通过这两个数字的对比可以发现 防腐剂里面的带来包里面的这个防腐剂的含量 是远远低于国家规定的这个标准的 所以说它是对人体是可以接受的 我个对防腐剂在食品当中添加有着严格规定 醬料里面防腐剂的使用量 不可以高于每千克0.5克 我们检测的这几种方便面防腐剂含量 都是低于国家标准 所以对人体是没有危害的 哇 听完专家这么说 真的和你松了一口气了 是的 太好了 这个简直是我们即食面少一点 然后会复音 这次我还不可以吃成全世界所有的即食面 但是这样 即食面虽然它的面饼和调味料都没事 那是不是意味着其他方面都没有顾虑呢 那还会有些什么顾虑呢 我们一起看看街坊怎么说 不是很多新闻都有讲的 那个桶肯定有问题 哪里有问题 上面不是说有好多那些物质加了之后会脱落的吗 听说的 你觉得有可能辣吗 有可能杯的纸杯都是这样的 你觉得那什么东西呢 辣吗 辣 听说都是辣 哇 赞 那层胶有问题 所以那应该是食用辣吧 所以你觉得挺辣 应该是没有什么问题 就是应该是没有什么问题 不要瞎买一些什么 街坊的话令到我们很震惊 是不是真的有这么夸张啊 我们的调查员决定从网上查一下 很多网友留言说 装方便面的那个桶的内僧 用手摸下去滑滑地的感觉 那个是一组石垃 吃下去会附着在人体的围壁那里 没办法溶解 即少成多会导致死亡 事实是不是真的这样的呢 我们的调查员决定马上做一个实验 好了 大家可以看到在我面前 是三个方便面的面筒 大家可以看到 摸摸也是非常滑的 而这边这个也是同样的 现在在网上流传说 导致人死亡的就是这层的石垃 我曾经也在网上听过一个留言 有一个人吃了太多的方便面 那些石垃是堆积在胃里 最后是导致死亡的 现在在市面上 很多的即食面的面筒 都是纸质的 大家可以看到非常柔软 为了防止水和这层膜里的纸质接触 所以商家在生产的过程当中 加入了一层膜 而全然当中这层膜的材质是石垃 究竟石垃在遇到开水之后 会不会溶解在水里面呢 我们一起做个实验看看 好了15分钟已经过去了 我等会要从这三个方便面筒 取小样的水 作为羊本送到专业的检测机构 进行检测 看看这些石垃遇到开水之后 会不会融入到水里面 那这些石垃究竟又是什么呢 会不会对我们的健康产生人害 面筒壁上面的石垃究竟是什么呢 会不会真的残留在人体内 对绩成石垃呢 面筒是不是真的有营光增白剂呢 吃一包方便面 需要肝脏解毒32日是真的假的 如何科学健康食方便面呢 全影片说 查了再说 在上一集当中 我们的调查员分别 拿出三个面筒里面的热水 去到专业检测机构检测 那结果究竟是怎样呢 这些石垃会不会真的融入热水里面呢 这些石垃究竟是什么呢 两个钟头等待 结果终于出来了 令到我们震惊的系 结果表明 面筒的热水里面 没有检测出有石垃 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关于石垃溶解的传言 又是怎么解释呢 这个实际上 它是桶装方面 内部涂的是一种可使用的石垃 首先这种石垃呢 它预热水基本上是不溶的 它是一种水不溶的这样的东西 即使你在搅拌或者说怎么样的过程中 有少量溶解到水里去了 被涉入到人体内部了 那么刚才也提到它是一种食用级的 就是说它在体内 它是不会被消化吸收的 它是即使涉入到人体内 也是很容易被排泄出体外的 哦 原来这些膜呢 不是石垃来的 结果呢 就是仍然输了一口气了 那其实我们正规厂家生产出来的 这些方便面呢 都还有安全的 所以大家呢 以后在选方便面的时候 一定要选一些大厂家生产出来 所以吃下去才会安全一点 那之谈我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曾经有跟我说 它说这些面筒壁 那么干净结白 其实是在里面分加了 螢光增白剂 在我们现在国内的市场来说 螢光增白剂最大的一个用户 首先是我们的洗滴品 其次是我们的纸张和纺织品 这些是跟我们的食物是没有关联的 所以在国家允许的添加范畴之内 但是如果我们这些面筒 有必含有螢光增白剂的话 会不会对我们的人体产生危害呢 我们一起来看看 那首先给大家看看 我们等会要检测所用到的工具 这个就是强光手电筒 它可以测试我们的物品当中 是否含有螢光增白剂 大家可以看到这张是我们平时当中 是纸张来的A4纸 那我们现在测试一下看看 大家可以看到很明显 看到很多的蓝色的光在上面 就证明其实这个纸张来的 大部分都含有了这个螢光增白剂的 那接下来呢 我就会和大家一起来检测一下 究竟在我面前这四个方便面的面筒 里面会不会含有螢光增白剂 当我检测仪器强光手电筒 我们可以看到都是白色的光 这个结果仍然相当阴慰 那也说明了我们这几个面筒 都没有添加了螢光增白剂 然而当我们照到 第四个面筒的边缘的时候 却意外发现有少量的蓝光点 难道这个面筒含有螢光增白剂 首先这个东西是国家民用禁止 用于食品包装的 所以说呢 既然国家已经民用禁止了 那么正规的去到正规厂家 那肯定是遵守国家规定 它的这个桃装材料里面 不可能含有这样的东西 这么说来正规厂家是不会 在面筒里面添加螢光增白剂 所以大家亦都不必紧张 而为了安全考虑大家平时买方便面 还是选择大牌子正规厂家的方便面比较好 最好呢 还是自备餐具 好了 回归到节目开始的那个问题 那个就是 食一包方便面 需要肝脏解毒32日 那究竟是怎样解释呢 这可能是要言 正规的说法应该是这样 就是说 任何一种外人化食物 就是说 就不是正常的那种食物的话 在人体内需要经过单脏的解脱 那么一般的周期就是32天 那么它可以被人体自行的降解 向来排除到体外 所以说呢 就是说 不光是方便面 就是说所有的 你不小心 从各个渠道涉入的这种外人化食物 它都要经过32天 这个周期才能排除 排除体外 调查到这里终于可以松了一口气了 那不过呢 在我看来呢 即性面呢 都是不是很健康的 那因为它的油饼呢 是经过高温的油炸之后 还有它的调味料呢 是和它原来所含有的维生素C 维生素A和铁剂已经不在了 虽然话说是这么说而已 但有时候忙着上来 没有时间煮饭 那都是吃过即食面 会快些 既然是这样 有没有什么方法 可以又好吃又健康的呢 不如我们一起买专家吧 那如果你真的要吃的话 你就尽量是 增加一些水果 蔬菜 伴侣一起吃都比较安全 只要正规厂家出产的 它参产的 它的食物成分表 就会标注它的能力有多少 油脂有多少 辣有多少 我们会看这个表的话 那就对我们选择有很大的帮助 我们都知道 方便面是高油脂高纳食品 专家就建议小食为好 那什么人最好不要吃方便面呢 其实方便面不是谁不吃得 而是有些情况之下 尽量避免是原理很肥的 已经有肥半症 或者已经有血糖高 血脂高等等 好了 我们来总结一下 今天的节目内容 第一 吃一包方便面 需要肝脏排毒32天的传言 是假的 第二 吃方便面是不会致癌的 但方便面始终都不是健康食品 都是小食为妙 第三 正规厂家的面团是没问题的 但最好还是自备餐具 使用比较好 但是选择方便面的时候 最好看下 选择脂肪和纳含量较低的 非油渣方便面 好了 我们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 希望今期的节目 可以对你有所帮助 如果大家想对我们的节目 有更多的内容了解的话 可以关注我们的官方微博 或者是官方微信和我们留言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